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颂喜滋滋接过盒子 道 你且放心吧 若是帝后知道 这鹤里是东海水军寻来的 一定会很高兴的 帝后高兴了 你懂得吧 连颂此时心中很是舒坦 虽然是为帝君解忧 可仿佛是自己马上就能报的美人归似的 但若仔细想想 道理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 当连颂揣着东海那颗极品东珠 乐滋滋回到太陈宫时 东华帝君正在院中打理着仓盒 虽然已经有些年头并未用过仓盒 不过帝君对仓盒还是十分上心的 只不过知平常的上心之举 道让见到的神仙都有些胆战心惊的意思 四海八荒睡不知道 仓盒一出 不见显慢是不会尽翘的 连颂原本喜滋滋的脸 瞬间有些白 道 帝君 你 你这是做什么 东华帝君抬头看了一眼连颂 然后又将眼神落在了仓盒上 淡淡说道 这几日小白整日混在昆文须 完全不着家 帝君说道此处顿了下来没再说话 将仓盒拿到离自己更近一点的地方 栖息端向于什么 连颂心中一惊 道 你不会为此要去昆文须打架吧 找谁 少婉 他刚生完孩子 你找他打架估计墨渊上神会发疯吧 连颂问完刚才的话 见帝君并没有回答 于是继续将自己的揣测说出来 莫了又添一句 若你和墨渊上神打起来 那真是有的看啊 这么多年 四海八荒的神仙还从没见过东华帝君和墨渊上神打架呢 连颂说着说着 竟然有点心持神网的意思 脑海里已经开始浮想连篇了 正在连颂幻想着东华帝君与墨渊上神打架的场面时 猝不及防 冰蓝色的仓盒突然朝着连颂而来 连颂反应还算迅速 一个闪身躲开了汹涌而来的仓盒 但一瞬之间 自己左边的一缕头发也随之落下 连颂心惊肉跳看向东华帝君 此时仓盒已经回到了帝君手中 连颂惊魂未定 东华帝君拿着仓盒淡淡说道 小白不在 我无聊那便打理打理仓盒 至于你说的打架吗 小白不许我随便拿出仓盒打架的 连颂今日真是觉得一颗心气上八下 刚刚才听东华帝君说只是无聊所以打理打理仓盒 一颗受惊的心裁将将平复 又听见东华帝君拿着粘了 上古不知多少先生妖魔的写的仓盒 还十分淡定的说什么 小白不许他随便拿出仓盒打架 这样的人出无害的话 怎么能从东华帝君口中说出 连颂叹了口气 弯腰拾起了自己那一小驴头发 走向东华道 帝君 我麻烦您老人家说话 能不能不要这么大喘气 你就不能一次说完吗 东华帝君收起仓盒 看着连颂道 我早说了 你这想象力早该去和碧云说书 你偏偏不听 连颂哼了一声 坐在东华旁边 伸出拿着自己头发的那只手道 你瞧瞧 若不是我反应迅速 我这美男子恐怕就要毁容了 丛林奉上热茶 东华帝君顺手拿了一杯 喝了一口道 毁在仓盒之下 倒也十分符合你的身份地位 连颂好生气 一仰头将茶杯中的茶一饮而尽 然后恶狠狠地看着东华帝君 东华帝君完全无视连颂的表情 淡淡说道 你又来做什么 一句话 连颂才想起来 自己是要来做什么的 于是一脸神秘地拿出一个盒子 道 东华 你我相识这么多年 如今我为你解决一个烦恼 你是否也该为我解决一下烦恼呢 连颂说着 将那颗存放东珠的盒子推向东华帝君手边 东华帝君垂下眼皮看了一眼 然后伸手拿起盒子打开来看 瞬间 太神公也是大放光彩 帝君他老人家也好不容易仰起了嘴角 道 不错 小白应该会喜欢的 连颂见东华如此表情 心情一下好了起来 道 如何 该你帮我了 东华帝君收起东珠 转而一副高楼模样 道 方才我已经帮你了 可你却躲过了 连颂眼睛瞪得巨大 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道 老大 你是说刚才你想杀了我 东华帝君漂亮的眉头稍稍错了起来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看着连颂道 方才那样能杀得了你 顶多就是让你受伤 连颂道 即便是受伤 那如何能算是帮我 东华帝君回过头 看着远处 道 你受伤 成欲心疼 自然是要照顾你的 连颂恍然大悟 他虽然被奉为四海八荒第一情圣 可装若这种招数 他也确实没用过 话说回来 若是用了 又何至于好到今时今日呢 连颂有点着急 道 那如今怎么办 东华帝君撇撇嘴 道 没法子 你错过了一次机会 连颂正要再说话 谁知凤九带着滚滚回来了 东华帝君也从方才一脸的高冷 瞬间变成了痴情夫君的模样 连颂看直了眼 他在想究竟自己何时也能和成欲如此 尽了太成功 凤九安顿好白滚滚 这才安安静静坐到东华帝君身边 说来也是奇怪 凤九独自带着白滚滚的时候 俨然就是一个合格的娘亲形象 自己在青秋子民面前也完完全全 是一个雷厉风行女君的模样 可不知什么原因 一到东华帝君身边 凤九瞬间就变成了东华帝君的小狐狸 小娇妻一样 此时 东华帝君正将热茶递给凤九 凤九喝了一口 伸伸舌头 道 有点烫 东华帝君闻眼 接过凤九的茶杯细心的吹了吹 然后想了想又放在桌上晾凉 凤九道 方才你们说什么呢 感觉很热闹的样子 东华帝君一笑 拿出连颂拿来的东猪 道 小白 你不是发愁给少婉送什么贺礼吗 你瞧瞧这个 凤九接过东猪 打开之后与东华和连颂的反应一样 很是惊喜 凤九道 从哪里弄来的 这个送给少婉 她一定欢喜 凤九一双眼睛看着东华帝君 眼力全是小心线 东华帝君笑 连颂拿来的 凤九转头看着连颂连忙道谢 连颂道 别谢我 我呢也是有事相求 连颂便将自己对东华帝君的拜托 又对凤九说了一次 凤九叹了口气 道 三殿下 你瞧瞧 谁让你方才躲了 我知道你身手好修为高 可是你若不受伤 承郁如何心疼你啊 要我说 你们二人如此 当真不怪承郁 都是你 不给承郁机会 凤九三言两语便将自己的好闺蜜给责了个清清白白 仿佛这一切都是因为连颂似的 连颂似乎是被绕进去了 有些发猛 不过还是看着凤九道 以前 帝君就是这么骗你的 这一问 凤九和东华都不禁想起了从前在阿兰儿之梦 以及在范英谷的事情 凤九笑了笑 道 他倒也不算骗我 他也是真的受了伤的 凤九如是说完 东华帝君非常配合的点点头 道 所以你一定要受伤 连颂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头发 又看了看自己的胸膛 道 平白无辜受伤 有些奇怪吧 总要有些说透 东华帝君道 方才我打理仓和不就是很好的契机 你自己不珍惜 这又说回来了 连颂心里也实在有些苦 道 若是受伤真的有用 承郁必定会心疼我 他若是心疼我 定然要来问问帝君你老人家为何伤了我 到时候你如何说 东华帝君端起茶杯 小小抿了一口 递给凤九道 不烫了 凤九接过茶杯 东华帝君又道 若是隔在从前 没什么人敢来问责本君 只不过如今成欲仗着小白的关系 道也是有可能来问问我的 连颂听到此处 点点头 声表同意 东华帝君瞟了一眼连颂 道 不过无妨 到时候小白会护着我的 东华帝君说着 便伸出手撑在桌子上 拖着下巴看着凤九 凤九放下茶杯 道 这就不熬你费心了 说得好像你就十分确定成欲会心疼你似的 还会为了你来太成功 说着真是无心 听着实在心痛 感觉是在自己的伤口上疯狂的撒眼 连颂道吸一口凉气 道 好歹我也费尽给你们取来这东珠 你们夫妻二人就如此欺负我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